今日是路易生辰 老人才行作寿 路易尚年轻 不会大肆操办 但要来的宾客也挡不住不是 今夏急猴猴往外跑 走 剑客去 路易拿了壶白球给今夏寄上 冬日寒 穿多些 果不冷 今夏摸着那壶球 都是五花吗 千金球 一球千金真的不夸张 路易眼里是笑 冻着你不要紧 冻着孩子可不成 今夏 大人 都说有了媳妇忘了娘 你这有了孩子就忘了娘子 这孩子生出来是跟我争宠的吧 路易低头亲了亲他 声音滴滴哄着 乖 穿暖些 今夏抿了抿唇 眉眼一弯 好 他应称了 路易却并未松开他 反而将他抱得更紧 大人还说不喜欢孩子 说过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那时候大人当初遇 我们 呀 路易将他抱起来 轻轻松松 什么时候 我也忘了 今夏双脚离地 那是十分见风使舵 主要是怕落阎望反手 就将他扔进雪地 都说了母平子贵 怎么他还这么没出息 城门外 风雪天 近是白茫茫 岑府等到了归人 蜿蜒的商队满载而归 韩生脱离商队 一个手势便要大家继续前行 他拉住将手利索下马 小跑着到岑府跟前 哥哥久等 我都给你回信 让你可别等了 我还不知二十号能否回来 信我收到了 可你总要回来 我自然就能等到 岑府牵上自己的马 与他一同走向京市 哥哥日日都来等 今日是碰巧 晚归了五日 可是在路上耽搁了 行商人四处漂泊 哪里真的定得了归妻啊 韩生伸手接住雪花 岁有说不完的话 我可算是赶回来了 今日是路哥哥生辰 我在玉兜寻到一块玉石 凤台燕低 花了大价钱才买下来 还望那路指挥使会喜欢 岑府绝着岁月神奇 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 真真出落成姑娘 无论是性情还是模样 自己挑礼 自己闯荡 自己抓主意 他也不需要路哥哥或者是岑哥哥了 我怎么听着你纸记挂着大人一般 韩生的脚步一顿 走了很远 确实会想起京师的人 活着的 死掉的 路易 金夏 母妃 姨娘 太妇 甚至父皇 可是他想起最多的却是岑福 他虽是喜着念着路易 但他真的与岑福更亲一些 他会投笑 哪有 比起路哥哥 我更常想起岑哥哥 我可不信 岑福只当他随口哄人 不信就算了 韩生牵着马往前 许师回了京师 他脚步都是雀跃 此次一去 两月有余 可曾遇过有趣的人 有 我遇到一个大夫 置骨痛时分铃 哥哥手腕扇过 逢都会疼 我给哥哥带了药 到时试一试 岑福低头 寒儿有心了 哥哥呢 京师可有什么趣事 岑福 这个问题 他曾答完 陆夫人就给了他一个白眼 韩生的小屋 梅花已经开了 那远行的人终于回来了 岑福看着花下的人 一袭白的人伸手碰那梅花 他就喜欢这些漂亮的东西 开得真好 哥哥用心了 韩生舍了枝梅插入瓶中 小丁便适应了香 岑福收回视线 大人问起你 夜里有宴 可要与我一起过去 去啊 我可想他们了 韩生又舍了几株梅蒂给岑福 哥哥护花辛苦 花开得这么好 泥府底太冷清了 尽是五人气息 若按钱配上梅花 可是相得一张 岑福接了过来 许是还要买个瓶 冷情的锦衣卫对花花草草 无甚兴趣 韩生住过岑福的府底 不像是落府千百年沉淀 岑福心开 哥哥又不爱打理 确实 十分枯燥 连个瓶都没有 就想问问管家是怎么当的 他又顺手取了个瓶 算是一并包了 哥哥 舟车劳顿 我先歇着 时辰到了 哥哥便来寒窝可好 好 正说着 旁边来人 十一小姐有请 账目上有些问题 立刻去 打发了那人 韩生看向岑福 是成长后的隐忍 我还不知要到何时 哥哥你先去 我随后就到 行 岑福看着韩生赶往神府 终是叹息 神府今年受大创 只剩十一小姐当家 眼下不知多少人胡适淡淡 岑生却偏偏要躺着浑水 他则小就主意强 看着柔柔弱弱 实则与旁的姑娘不一样 陛下事与王时就曾烦忧 这么好的女儿 将来嫁给谁都觉得亏 岑福转身离开 凤凰落难 还是凤凰 才学心性事一等一的 事已 凤凰会落在哪呢 岑福不得而知 也不做奢望 陆府让闹事从早到晚 送礼的人一堆 若一不说重礼 便纵是盛情难却 转手就吩咐管家记下 下次让小司带礼回拜 唐人也不敢送太重的礼 都知道锦衣卫是陛下跟前人 万一 反手就被锦衣卫查了个贪落 那岂不是搞笑 不过是送些薄礼 来些场面话罢了 道理惊吓都懂 来宾带自家夫人还好说 带上小女似乎不太对 惊吓觉得 哇的一声哭出来 大人真的是招风影蝶 宾客来吃他家大米 还惦记他夫君的袖色可餐 很多人说陈福驾驭不了韩生 可是 为什么要驾驭 分明韩生驾驭陈福 米王安松唇也可以搭 惊吓还看到了熟人 就是大人刚出狱 门前排满访客 其中就有个九品芝麻官以及他当时13岁的女儿 这哥们真是挺执着的 您头到您尾了 小妹妹还是到他这儿 可谓是十分有缘 那个芝麻官还记得惊吓 殷勤凑过来打着招呼 陆夫人 你还记得我吗 在下午酷暑监视夜远 我们见过的 当时不知您是陆夫人 还真是多多冒犯了 没事 大人说的是事实 今下尽是哑亮 当时叶大人说她年纪不小 可她也说了实话 佩路已刚刚好 夜远将女儿招了来 陆夫人 这是小女夜童 刚过十四 正寻人家来着 今下看那小家碧玉的姑娘 生得倒是标志 若是有何事的 定然给引荐引荐 袁不快表示 处理民间案子 就是要与百姓同心 她这班人卖广 还不知给多少粮家签过线 签线这事 她真的很有经验 陆夫人 这 陆夫到底人定不兴 就不考虑找几个小姐妹 陪您分担分担 您是第一女补 声名远播 平时肯定忙 可陆大人需要人照顾啊 今下听多了这些 处理起来得心应手 我家大人公务繁忙 实在不喜莺莺艳艳 多了她嫌烦 我家大人性子清冷 不尽女色 不是良配 她真的说实话 若是不得大人欢喜 嫁进来怕不是连个眼神 她都懒得给 妹妹可别误入歧途 这歧途让她一条路走到黑就好 不像有三 无后为大 咱们终归是要传承子嗣 陆夫人难道就未曾想过 替陆府多多开之散业 今下眼底是化不开的笑意 开之散业是大事 我们会抓紧的 谢过叶大人关心了 替陆大人挡桃花是陆夫人的修行 手腕灵活的女捕快表示 放着 她能掐一束桃花 叶远看得出今下推脱之意 女儿家都是醋坛子 陆夫人不想后院有对手 是人之常情 可这要不要那切是陆大人说了算 问题是 她这小女呀跟见不着陆叶啊 今下抬了抬手 收敛了斐气的女不看上去 倒是像模像样的大家竹母 闭合 丙叶大人去男兵那儿 男女不可同桌而食 父要要分这男兵女兵的 反正男人与女人像是两个世界 男的与男的凑一块说家国大事 君子修身 女的与女的去一起说那女工带娃 家长里短 至于她云今下 是这两个世界的意外 打发了叶远 今下看向叶童 叶童丁眉顺目 四十分不安 你别怕 我又不吃人 进去与里边的姐姐说说话 好 叶童怯生生的 这么好的姐姐 生的好看 气度又好 都不知爹爹叫她来掺和什么 今下目送小姑娘进去 下一位宾客 朱楚楚 她与这人素来不对盘 一点都不对盘 她在心中不断重复 这是陆夫人的修行 故而 生生扯出一抹笑 官场里可是虚伪 热情礼貌背后捅刀子 徐夫人来了 快快里边有请 今下让人往里迎 她怕再看几眼就手痒 手痒就摸摸腹 人间大爱 懒得计较 周楚楚有怨身 身形未险 却是趾高气而摸着腹 方才的话 我都听见了 陆夫人就这么不愿给陆大人纳妾 今下收敛了笑 隐隐不耐 徐夫人 这是我陆府家事 您就没必要指手画脚 我家大人都没意见 您要是实在闲着 就张罗给徐大人在那一房位 他不愿与周楚楚说什么废话 给了秋水一个眼神 秋水便是向迎上前 徐夫人 这边随我来 今下目送着周楚楚进小厅 直接翻了个白眼 狗男耗子多管闲事 闭合上前宽慰 夫人 进去歇着吧 大人吩咐了 无论如何都不能累着您和小少爷 今下入了小厅 他可是左拥右抱 却又命父不喜欢他 可嫁不住喜欢他的命父寺更多 今下 听闻你与陆大人准备要孩子 传你几招房中秘书 助你一臂之力 那些妇人将今下说得面红耳赤 她的道行果然比不上这些姐姐 你们说的这些 用不着了 命父们互看一眼 怀 上 了 你们是九月才想怀 这么快就还上了 陆指挥时可是厉害 命父们换了话题 关于如何养胎 如何调节 以及如何刑房 女人凑在一起真的什么都敢说 虽然一道男人跟前就是温婉贤淑的模样 今下 在这些姐姐跟前 她真的只是妹妹 小厅人多 火炉旺盛 些许发嫩 今下出来喘口气 身旁跟着碧河秋水 怀了身孕 贴身是女眼睛都不离她身 小花园的梅花开的震望 扑面而来就是冷香 今下又听到了朱楚楚的声音 听着听着 缓缓沉下脸来 朱楚楚与相熟的命父凑在一块 一群人正在小亭里赏花 嬉笑怒骂 这些人先前与淑妃 照窑窍交好 与她一直不对头 朱楚楚尽是不满 陆夫人可是持宠而骄 陆大人一点都降不住她 都说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方才她推托那送上门的小姑娘向极了舵父 旁人劝慰着 她是市井出生 不懂规矩 你何必放在心上 突然自己生气呢 陆大人都没说什么 一个怨打 一个怨挨 我这不是担心陆家绝后吗 好歹陆毅也是大名栋梁 堂堂正事 成亲九月 没有声响 还不肯给夫君纳妾 他人惊吓可是第一人 房间有句话 我觉得形容他倒是合适 站着毛坑不拉屎 他与咱们不同 学的是民间汉妇的作态 哪能懂事家里的各种利害相关 陆大人能宠他一时 还能宠他一世 没孩子 没地位 迟早坐下堂妻 楚楚你何须跟这种人置气 惊吓能忍这是一次 但忍不了第二次 这都说到他家里来了 妇人总是充满了碎嘴 他基本懒得掺和 言语暗箭伤人 可却没法子根治 嘴长别人身上 他又不能拿线缝了 可这些人尾时灯鼻子上脸了 他可以装聋作哑 可他又不是真聋真哑 他这问两计较的性子 也该找找查了 不至于知他们 还不知他们敢说什么 在我陆府说这种话 就是你们的教养 惊吓镜子走向他们 陆夫人 你 您何时来的 那些命父尽是尴尬 说话接吧 必和秋水互看一眼 一人离开 一人守着 站了一回 听到的事倒是不少 惊吓不笑 你不快形成的压迫 是普通人难以比拟 诸楚楚不觉有愧 言词大方 陆夫人 我们方才说的话 也算是肺腐之言 你还是听一听为好 免得将来下场凄惨 惊吓默了默 这劝告的语气竟是真诚 都他不知如何做到的 徐夫人 世世千奇百怪 不是人人都如你们这般 胆情之事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果而人觉得好便好 你们这般肆意评判 也不知是羡慕还是嫉妒 你 今夏上前一步 你们给我听好了 下次再说这话 让人把把风 找个清静的 别让郑主听了去 今日正好是我听着 我性子好 不做计较 若是我家大人听见了 你看看他计不计较 徐夫人 招待不周 你们随意 若是在让我听见什么不好听话 那我可要请你们出去了 拜访旁人 连对主人的礼教都没有 那就别怪主人容不下他们 今夏气呼呼转身 果然 是气的 他与他们说不清的 在他们眼中 他就是错的 与世道不同 视为异类 他未走两步 边看到路意在不远处 空中是熔熔的雪 他撑了把十字鼓散 似乎就是在等他 他本想跑过去 但念及腹中胎儿 只得缓缓走向他 大人怎么来了 这儿可都是女眷 你来可不服规矩 女眷在一起戏耍 男子突兀闯入 视为貌事 想见你便来了 路意语气淡淡 伞往前 就将他纳入伞下 惊吓知晓 方才秋水离开了一趟 定是秋水去禀你了 大人你太紧张了 他只是怀孩子 大人就差没把他绑起来 你就当我是来凑热闹的 与那些官打太极无甚意思 他听闻夫人要收拾人 就过来瞧一瞧 他是信金下的 他的姑娘不是吃亏的主 但念在他孕期 仍想到他身旁 哪怕是看着他就好 怕旁人言此间锐气着他 怕兴起动手伤了他 怕他一人鞭闷不开怀 还怕他情绪不稳掉眼泪 可是受欺负了 才没有 我不欺负人就不错了 这事解不了 想法不一样 说多了都费劲 若一看他不介怀便好 他们说了什么 都是些碎语大人不必知晓 今下挽住路易的臂 他听着不舒服的事 何必让大人也跟着不是呢 一会我就将他们打发走 你先去歇息 晚些林一会来 先前那般折腾 得好好养胎 都听大人的 大人还真是将他安排得明明白白 路易看了眼旁边的侍女 二人便体贴上前 送今下回去歇着 路易脸去了笑意 那些妇人说了什么 他是知晓的 陆府的侍女素来聪颖 他突然想要孩子 是顺其自然想要了 也是怕流言飞语会伤了今下 无后一事 似乎总要怪到女子身上 事到如此 他只能设法护他更周全 路易独自送走宾客 朱楚楚跟在宾部上 书续位的身侧 没看到今下 他心里是慌 说人嘴快是一回事 被听了去也怕后果 他打去问了句 陆夫人呢 平素与陆大人可是形影不离 陆一提起惊吓 面色都如糊了 他近期有韵 不便操劳 让他回屋歇着了 朱楚楚一时反应不过来 有有有韵 朱楚楚一時反应不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